老杨说 以往惯例 断然不会因为 没经调查术实的举报 取消协会的决定和奖项 但这次 举报人是吴师母 还是实命举报 要不是吴老 躺在医院半死不活 这师母也不会这么无所顾忌 连她丈夫的脸都不要了 她的地位 加上她大义灭亲 让她的举报 特别有杀伤力 你享受了十三年的红利 现在翅膀硬了 不用再违心逢营 有权势的老男人了 于是 就竖起了 独立女性的白莲花人设 从现在起 你让我可惜 李可 我觉得 师父 您出学一下吧 我想自己带回 她的 有杀 有杀 就那样 我看你 会